大家好,我是雪梨 今天来看由霍子墨所写的三生三世枕上书同人作品 东凤旭写,三生三世十里珠连,十三 东华帝金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太成功的寝殿内 眼前是流泻下来白色的沙障 不远处的暗机上 青雷香炉那日生起几里鸟鸟的烟雾 满屋便萦绕着熟悉的白坦香味 一气静好的,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过 他略微动了一动,感觉浑身酸涩 又握了握拳头,仙法还在 只是力道不足,在休养一阵应该并无大碍 正思多之际,突然听得清脆啪的一声 紧接着一个小仙鹅跑来出去 远远地传来他的声音 帝君醒了,帝君醒了 帝君在心里暗自叹了一口气 太成功的仙鹅什么时候这么没有规矩 地上一只破碎的花瓶,合着几只散落的桃枝 几个小仙鹅忙低头进来 手忙脚乱地收拾一地的残片 帝君打眼扫了一下 几乎都不曾见过 刚想问上一问 听得门外一阵衣衫细碎之声 思敏的声音传了进来 真的醒了 转过那扇白鸟嘲讽的屏风 那张熟悉的脸便出现在他面前 他看起来显得激动不已 因为帝君他老人家不但醒了 而且还像往常一样坐在桌边 悠闲地喝着茶 他忙作了一个音 谢天谢地,您老人家终于醒了 帝君放下茶杯,瞧了思敏一眼 我睡了多久了 您这一睡就是三百年 前些日子刚把您从昆仑蓄灵池接回来 摩云上神说您不日就会醒的 还真是灵验了 本君为何会睡这么久 帝君微微挑了挑眉头 本来是不需要这么久的 但是 思敏寒手道 帝君因为你老人家 护了凤九殿下的元神一百年 所以耽搁了一段时日 那 帝君犹豫了一下 又接着问 他还好吗 小仙听说 凤九殿下也是尚未醒来 尚未醒来 有折言在 怎么会让他婚事如此之久 这个 小仙也不深清楚 帝君一醒来 就急气地打听凤九殿下的情况 当教思敏心里一慌 额头便接连冒出几滴冷汗 清秋方面 对于凤九的情况 萎莫如深 所以他也知之甚少 若是帝君再问下去 这一问三不知的 恐怕他老人家不说 幸好此时门外传来了几个人的脚步声 接着 白浅 叶华 莲三殿下 成玉 好像约好似的 一起来了 诺大的请殿立刻热闹了起来 私命松了一口气 忙张呼大家露租 几个有眼色的小仙鹅 忙奉上了几杯滚滚热茶 几人边饮茶边闲聊 帝君 可还感到哪里有不舒服 叶华刚坐就迫不及待地询问 本君身体已无大碍 意界情况如何 帝君不必挂心 那意界极寒之地的结界被打破以后 便再也没有了倚仗 如今声势欲威 已完全沉浮于我天族 早已不足为患了 帝君点了点头 如此甚好 林颂扬了扬手中的扇子 与帝君道 身体无恙变好 你睡了三百年 连个陪我下棋的人都没有 你不知道 我是有多么的寂寞 成玉连忙轻轻碰一看一下 帝君才刚醒来 哪有时间陪你下棋 林颂还想说什么 被成玉一个眼神制止住了 只好生生咽下了后宾的话 拿起茶杯狠狠地喝了一口 帝君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中的茶杯 看来这三百年中发生了很多事 白浅道 帝君此番醒了 真是可喜可贺 只是我家小酒还没有醒 帝君放下手中的杯盏 沉声道 我用元神度他 他应该无碍才对 白浅欲言又止 犹豫了半晌 才道 您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九重天与青秋路途不算遥远 只是东华帝君的身体尚未恢复 是以路上行进的较慢 不过倒也不无聊 正好把这三百年来发生的诸多事情 一一道与帝君停 私密的话头便从三百年前 与秦仓大战那日开始 帝君以元神收集 凤九四散的魂魄 肉身便因元神的脱离而晕了过去 之后两人就被送到了十里逃灵 折颜又上古神术 吻了两人的心神后 又被转移到昆仑淋池疗伤 后来由于灵池灵气太盛 凤九的身体承受不了 白蚁上神就又把他接回了青秋 一直到现在都在炎华洞内休养 青秋炎华洞也是一处灵气旺盛之地 当年墨烟上神的仙体 就在这里供奉了七万年之久 听闻东华帝君大驾光临 白蚁上神 白真 哲言 都早早地在洞门口迎候 白蚁上神更是对东华帝君 行了一个大礼 郑重道谢 多谢帝君对小女的救礼之恩 东华微微点了点头 已是回礼 白真便在前面引路 仲言一路跟随 走过了几个曲折的洞口 踏上的他一片安详 气色不错 看得出被占顾得很好 帝君缓缓走过去 伸手探了探探的心脉 片刻回声对哲言道 心脉很正常 为何一直不行 哲言无奈地摇里摇头 凤九这丫头用情太深 各种缘由 您还是亲自去他梦里看一看吧 帝君便施了一个法术 进入到了凤九的幻梦里 入眼处十里桃林锦绣 一阵微风吹过 便有阵阵清香扑鼻 这地方像极了昔日凡间的住所 帝君走走停停 凤九这是你的梦境吗 这就是你渴望的生活吗 沿着小径蜿蜒向前 并行至一处房屋 帝君推门而入 并看见凤九笑颖颖的起身 迎了过来 他自然地抬手 辅掉了他身上的花瓣 帝君你回来了 帝君笑了笑 轻轻抚了抚他的脸颊 嗯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菜 快过来尝尝 凤九忙拉着他的衣袖来到桌边 果然 美味佳肴摆了一桌 有糖醋鱼 龙井竹血 金丝佛手 如意桂花糕 碧梗粥 香气扑鼻 令人垂涎 帝君眼底闪过一丝笑意 都是他爱吃的 他的酒儿还记得他的口味 凤九拿起一块桂花糕 送到他船边 帝君尝尝 帝君眼底笑意更能 他轻轻咬了一口 可是这入口的桂花糕 竟然没有一丝味道 他的心猛然一沉 刚才回过神来 这一切都只是凤九的梦境 他握住凤九的手 想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他的幻觉 却听得嘎吱一声 门开了 进来的人紫衣银发 眼落星辰 风姿绝胜 不是自己是谁 更确切地说 那人更像是与凤九初见时的那个自己 那人见了他 也是一脸惊恶 凤九抬眼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门口那人 一头雾水 咦 怎么会有两个帝君 哪个才是真的 那人行至他俩面前 伸手将凤九拉到自己身边 九儿 我才是真的 你不要被他骗了 凤九疑惑地看了看那人 那你能说出 只有我们俩知道的秘密吗 那人在凤九耳边滴雨了一阵 凤九便半掩着嘴 停停地笑了 片刻 凤九对着帝君道 你能说出吗 这 帝君一时有些语测 凤九缓缓走到他面前 突然抬手扯了扯他的头发 又揉了揉他的脸 你是折眼还是四叔 顿了顿突然停下手 后退了几步 你 不会是我爹吧 帝君看着凤九一副呆萌的可爱模样 觉得有几分好笑 他抓住凤九的手臂 疑似于记道 我是冬华 他才是你的幻觉 你是冬华 凤九突然笑了 他回身指了指那个人 他才是我的冬华 帝君孤住他的双臂 凤九 你醒一醒 这一切都只是你的梦境 你随我回去 凤九凝视着帝君 眼眶梳得一下就红了 凤九才黯然道 回去做什么 回去又要被抛弃 他双目紧闭 仿佛在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继而有泪子眼角滑落 他痛苦地摇里摇头 不要 我太累了 你没有怎么能体会 两万年的刺而不见 是怎样的煎熬 日日向万箭传心 他手捂着胸口 哽咽道 我不要再过那样的日子 那人走过来 青睐着凤九的肩膀 久而别哭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凤九目不转睛地看着帝君 你走吧 不管你是谁 永远不要再来了 我在这生活得很好 有他陪着我就够了 帝君默默退出了房间 纸上映着一对身影 他伸出手在空中细细勾勒 他秀美的轮廓 久而 本君想告诉你 万箭传心的滋味 不止你一个人懂 白蚁 白针和哲研 一直安静地坐在桌边 三个上神皆无语 此时除了等待 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时间流逝 悄悄擦过指缝 每一分钟都很难熬 他们都明白 所谓新病还是新药医 这最后的一次希望 就放在东华帝君身上了 正目期待中 东华帝君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 但他没有说话 众人并不敢问 只是在一旁沉默地等待 帝君微醋着眉头 目不转睛地瞧着凤酒 凉酒才缓缓道 他这样多久了 自从你的元神离开后 他就一直这样 算起来也有一百多年了 我想那梦中的帝君 大约就是您元神的影子所幻化的 哲研盲事无巨细地回答 白蚁上神盲问 他肯跟你回来吗 帝君摇了摇头 他的戒备心很强 不肯相信我 倘若连您都没有办法 那我家凤酒该怎么办 是要一直沉睡下去吗 白蚁上神脸上 掩饰不住的焦急神色 帝君的目光淡淡扫过众人 最后落在了白蚁上神身上 道 可否让我守一守他 白蚁上神本来满怀着 无限希望的 但不成想 凤酒竟然如此倔强 居然连东华帝君都带不回 带不回又能有什么办法 寄中阴 泽德国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他收了收衣袖 深深地作了一个衣 我这个不省心的丫头就麻烦帝君了 诺大的房间呼得只剩下了两个人 瑶逸的烛光下 凤酒的脸依旧明艳动人 这许多年 他仿佛从未如此仔细地端详过他 游记的初见那一日 按照他不理事事的性子 却不知为何在那一刹那出手相救 本是萍水相逢 那第一眼他是惊艳的 纵然他活了几十万年 过眼如云烟的诸多美女数不胜数 但那惊鸿一瓶的第一眼 却还是惊艳的 他尾身坐上床榻 将他揽在怀中 抬手扶上额间那朵红色的凤鱼花 他不知道自己是何时动心的 就像他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何要出手救他一样 他是这世间无上的真神 所有的人都敬畏于他 依附于他 寻求他的庇佑 似乎只有眼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那么勇敢地一次又一次挡在他的便前 愿意与他同生共死 敦华微微笑了笑 同生共死 多美好的词 他孤零零地生于避海苍林之间 以孕护苍生 自断姻缘 他以为自己也会孤零零地死去 可是遇到了他 他半生的漂泊 似乎终于有了归处 他更深地将凤酒往怀中带了带 修长的手指带着无限的疼惜和恋爱 轻抚着他面颊 缓缓道 久儿 你可否还记得 你在太神宫里埋下的桃花醉 那一日我偷偷喝了一壶 折叶酿的酒果然天下无双 只是本君在想 如果有你陪我喝 也许味道会更好 凤酒细白的面色依旧沉静 他醒着的时候 五官过于可爱灵动 如今睡着了 反而有一种别样的妩媚 东华刹那间有些诗神 他正送了片刻 接着道 你还记得 我在凡间对你的承诺吗 其实我从未有一日忘记过 他微微顿了顿 声音沉得像浩瀚的大海 又仿佛运蓄了万千波涛 今日 我以东华自负少阳君的身份 再对你说一遍 我们 声声事事永不相复 我会永远守在你身边 你快回来 好不好 他微服下身子 靠他更近一些 急慢地轻轻浮上了他冰凉的唇 喜欢他好久了 三声时如何 天命又如何 他是东华自负少阳君 这四海六合八荒的天地公主 既然命不由我 我便缔造天命 凤酒的头脑是昏昏的 太久的沉睡 让他的反应不是很明明 但是迷迷糊糊中 那刻骨的一字一句 还是露入他的耳朵 一袭中 仿佛有冰凉的吻印在他的唇 那熟悉的白痰香味 那温凉的触感 仿佛无尽的黑暗中 一点星光悄然绽放 绚丽如枝 他慢慢地睁开眼睛 便看到了头顶那道粉色的流速漫长 和漫长下那张张思木想的脸 帝君今日一身白衣 格外清净 而那幽深的眸子 正垂眼望向他 他也张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虽然眼角有泪珠划过 但是那微翘的唇角 是喊着笑意的 他悬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 不禁拥紧了他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回来的 你方才 说的可都是真的 凤九握着地军垂落下的发丝 轻轻地缠绕在手指上 什么 我要再听你说一遍 凤九轻咬着嘴唇 目光柔柔地望向他 灯华微微挑了挑眉 抬手替他逝去了眼角的类子 然后慢慢垂头 冰凉的唇擦过他的脸颊 踢上了他的耳畔 微热的气息 极清极痒 凤九的心不禁拆了拆 他滴滴的声音响起 凤九的脸上便历时 泛起了一道红云 像天边最灿烂的烟霞 地军的脸近在眼前 眉眼如画 仿佛在很久以前 他就梦想着如此与他亲近 他不仅两只手 圈住了地军的脖子 他的脊背有些僵直 但却没有闪躲 凤九心头一喜 他微微侧头 红唇便贴上了他的唇 身后突然传来咔嚓一声门响 凤九的心也随着咯当一声 有些不知所措的僵在那里 米谷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 手里还端着雾气腾腾的热茶 语无伦次 对不起 没 没敲门 我给帝君送茶 凤九觉得难堪极了 脸上火伤一般的烫 如果眼前有地方 他肯定会毫无犹豫地钻进去的 他手臂一松 滑落至他怀中 手臂牢牢地圈着帝君的腰 双目紧闭 顺势把头深深地埋在他的臂弯间 虚余的沉默后 耳边有一丝微风掠过 接着感觉帝君用袖口 覆盖住他的身体 沉浸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凤九殿下醒了 你去告知白衣上神一生吧 米谷得了舍令一般 忙掉头跑掉了 手里的茶都没有来得及放下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响铃铛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